看看另外在國際上的 非安意外又發生了 然後又是波音 波音777 不過這一次波音777 並不是因為機械故障 現在看起來比較大的原因 應該是來自於亂丟 我看到一些飛航圖上面 的確整個雷雨包 都包圍在這個周圍 以至於有三分鐘 急墜到6000英里 這麼恐怖的急速的降落 造成了迫降到曼谷 造成了兩人死亡 第一時間聽到一個人 結果現在又有第二個人 傷重不治身亡 因為乘客都彈到機頂上打破了 我們先看一下影片 這影片讓驚悚的程度 其實我還有我朋友 就是新航的空姐 就給了我更多可怕的畫面 這個已經是後面了 我看到的是 還有乘客在機上的畫面 除了碎裂一地之外 還有人彈上了飛機頂 然後破 打破 然後頭破 血流 乘客東西散落一地 這種各種畫面 是乘客還在的情況之下 現在是兩死三死傷 到處都是血跡 各種管線 天花板被撞得 凹的凹 亂的亂 這個三分鐘急速 架墜的情況是很恐怖的 而其實現在 迫降到泰國之後 波音做出了回應 他當然就是 因為這個還要清查原因 避免未來再度發生 但是他的股價已經第二次 發生這個狀況 521開盤跳水 中場收黑了1.01% 美股變成184.78 所以這股價已經第二次 第一次被中國制裁 第二次就是現在這次出事 也就是說 當波音在美國 還在政府強力要推銷的情況之下 他的態度是什麼 有沒有注意到安全的問題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是說 會迅速派代表去查 技術的問題等等的事故的原因 有沒有跟機械或者是平衡有關係 波音只是回應 還要跟新加坡航空聯繫 準備提供資源 進一步要把問題 轉交給航空公司跟當局處理 印度也有離奇的空中事故 是誰 也是波音777 這是阿聯酋航空 一架載有220多名乘客的 波音777飛機 5月20號也是在當天 發生在晚上9點15分 這真的很離奇 離奇它不可思議 你知道它準備要在 莫買降落的時候撞上什麼 40隻紅鶴 40隻紅鶴一起撞777飛機 這到底是不可思議的 為什麼 不了解為什麼 總之這飛機就嚴重的受損 取消了回航的航班 印度官員說 故意從來沒有聽過 這麼離奇的事情 這群紅鶴是應該要飛往 紅鶴保護區的 卻不巧 被飛機全部給撞上 就40隻 所以現在對於全球 乘客或各個航空公司 對波音的信任 恐怕是降到了谷底 以至於連沙烏地阿拉伯 都忍過了波音公司 簽署了一份空鶴 在法國的空鶴交易的 巨額訂單 這可以說是 在沙烏地阿拉伯裡面 最有錢是他們的 該國史上最大的飛機交易 包括去年像波音本來訂了72架波音 現在都還沒有付款 考慮七八七還不要買 但是另外買的是105架的新的空巴 法國開心了 但葉倫呢 葉倫在美國的官方官員的部分 對這件事情的討論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只是說 敦促歐盟跟美國 透過統一的戰略方式 對中國產業政策做出回應 才能保護歐美製造商的生存 要保護波音的生存嗎 不是先從它的安全係數 提升來考慮 它是要先國對國 先把中國擋住了 再說嗎 保護製造商的生存 那誰來保護消費者呢 還有中國的反擊 要不管歐洲 歐盟 或者是美國對它的制裁 也是一波接一波 中歐商會表示 但是中國可能會考慮 從美國或歐盟進口車的 這個臨時關稅 提高到25% 因為美國跟歐盟 有一些對於 這個中國大陸的汽車的 這個抵制跟圍堵 所以把關稅提得到 美國好百分之百 結果他就說有可能 接下來歐洲 美國進展的汽車 它也要收到25% 提高的關稅 那這當然影響車市就很大了 本身自己自產 國產的 就已經很有競爭力 加上這個關稅 所以對中國電動車 徵收百分之百關稅 是拜登做出來的事情 外交家這個媒體就說了 美國要思考 想清楚 從折價 巨餅 汽車 現在一波接一波 美國承受得起嗎 這個電動車市場跟中國的競爭 要接近中國產業政策 這是媒體給他的建議 而不是透過加徵關稅 得到短期的效果 實際上影響銷售的能力有限 但是不是會反而重創 自己產業的供應鏈跟全球的佈局 賴教授 看到波音的消息 真的大家心驚驚 我看到了好多 不適合在媒體上的鏡頭上看到 血流滿面的空姐 還有頭破血流的乘客 這個是讓大家心裡 真的挺害怕的 波音這段時間的積溫 對於波音的營運 對波音的股價 波音已經連續虧損5年了 如果他這樣一直在虧損下去 一直靠著美國政府的補貼 來維持他的營運 我覺得這個波音的未來 真的看綠 他必須要趕快清查出 他到底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因為像這款飛機 也是我們 如果我們從台北到霸凌 因為我剛好 這次去歐洲的時候 就搭這個飛機 777300 當然我們在飛機上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這個空中安全 沒事的話就一定要 即使這個已經飛得平穩了 你沒事沒有離開座位 安全帶還是要記著 因為我會隨時會檢查一下 我的太太 她的安全帶還沒有記好 因為這種亂流的情況 是很常見的 空姐他們本身比較危險 因為有的時候 他們就突如其來的 他們可能在公餐 在服務的時候突如其來的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 蠻高危險的行業 我覺得我們的所有的乘客 都要盡量配合 這些機組人員 他們的指示跟要求 沒事就要安全帶記警 我聽說新航的新政策 就是規定只要以後 指示燈一輛 全部機組員不服務了 回去座位做好 對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應該要完全配合 要完全遵守 這個機長的一個規定 因為機長最了解這個飛機 不過我覺得目前來講 確實是應該要調查就是說 波音737本身對於氣象氣候的 偵測能力到底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會偵測到亂流 那麼機長一定會通知 所有的乘客 那麼要注意亂流可能會來 因為它 我記得我在這段時間 在搭的時候 我們的機長都會隨時通報說 在前面不遠處大概會有亂流 或者是在什麼情況 多久可能會開始遭遇亂流 所以要求乘客要把安全帶都系好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那就代表說 其實在飛機的偵測能力上是有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為什麼這一次會突然間 三分鐘的這樣的一個大的亂流 讓飛機這樣一下子 急降到6000英尺 這個是非常的危險的一個情況 而且也很危機 我覺得這個當然要去了解 就是說這個飛機本身在偵測 在應對 飛機本身在面臨亂流的時候 它的去處理 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要調查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情形 會讓大家比較安心 但是波音看起來情況不理想 不過還有一點事情 就是說歐洲目前來講 德國的總理 夏爾茲是很明確的反對 他跟瑞典的首相 也很明確的反對 歐盟對中國的電動汽車 課增關稅 非常明確的反對 可是馮德萊恩看起來是追隨美國 一路走到底了 鷹派 也完全不考慮他自己國家的總理 還有瑞典生產汽車大國之一的 首相的強烈的反對 他看起來是要征稅了 在還沒有征稅之前 中國大陸已經放出動作了 所以歐盟在中國的商會 這一次的報告中 他們就解露他們所掌握到的訊息 中國大陸目前來講 是要從減碳這個角度來著手 對於大排碳量的 大引擎的汽車 例如說2.5公升左右以上的 還有SUV 那麼目前初步規範會課增 25%的關稅會嫁了 但是如果歐盟對於中國的關稅一課 當然歐盟已經說 他不會跟美國一樣課100% 但是你只要課到 你只要加增了 中國大陸也會再反擊 也一定會反擊 所以除了這些大排碳量的汽車 要課增關稅以外 以後可能還會疊加上去 然後對於其他的關稅 其他的例如說 比較低排碳量的 你課增多少 中國大陸就反擊多少 那你美國一樣 你美國如果刻板是100% 你通用在中國大陸就不用賣了 你的福特也不用賣了 凱迪拉克也都不用賣了 因為中國大陸也一定會 報復性的一個反擊 我覺得現在的工具 並不是只有美國有 中國大陸也有它的工具 是 貿易大戰還沒打完 但安全係數 總該是基本的才對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美中經濟對抗美國的做法是什麼 要聯合歐盟 所以葉倫才會說 要應對跟歐盟一起聯手 對於中國 可能影響到他們自己的企業 要把它保護起來 這個葉倫的講法 已經是好久了一段時間 上次到中國的時候 原來的話就是吃東西 是表現得很善良的樣子 但是想到就是說中國的話 生產過剩的時候 就露出很凶狠的樣子 回到美國去以後 變本加厲 拿這個當事兒來講 實際上的話 這個產品過多 這個不是什麼重點 這個真正重點有兩方面 第一個的話 中國的產品你競爭不過 你現在說人家產品過多 就是因為你競爭不過 所以人家在盡量生產 對不對 另外一個其實我嚴格來講 就剛剛提到波音的問題 我這幾天常常在想的問題 因為我從小的夢幻公司 就是波音公司了 因為我們總是 比較喜歡一點陽市路 就想到美國的飛機製造商 波音現在變成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我心裡滿難過的 但是我看了一些報導講 就是美國的工人的工作倫理 就確實是有問題 美國工作倫理分成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的話 美國的工會越來越強大了 大家要了解 美國是個資本主義國家 原來工會不應該那麼強大 應該是保護資方的對不對 但是現在美國工會 尤其是上次美國三大公司 一起罷工以後 然後兩個 一個現任總統 一個總統候選人 跑去面對美國汽車工會的時候 比賽加碼 加到最後一個總統40塊美金 那些沸沸胖胖的工人 高興得不得了 你統統準了 你想想看 如果連汽車的工會 都已經離開到這種地步的話 那個波音公司的工會 相當 也相當保護他們自己的員工 所以你員工一旦被保護的話 你沒有過度生產 你沒有剩餘生產的問題 你基本上的話 你產出來東西的質量就構成了 大家值得懷疑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真正的重點 那美國這種國家的體制 夜輪這樣子的人 他都不敢講 我們的工人問題 剛好相反 他說我們工人沒問題 有問題的是人家的產業政策 人家的產業政策 就是不斷的補貼 想盡辦法低價求售 大家要了解 那你賠本的叫做書寫外銷 你書寫外銷 考久了也是不行 對不對 我認為市場都知道 市場就是應該自由的 所以你剛剛這個外交官的 雜誌裡面說什麼 建議美國要接近 中國的產業政策 根本就不可能 美國的工人 我跟你講不是美國工人 美國人包含美國的遊民 美國的那種無家可貴人 都被保護得很好 你要了解 你如果對美國稍微有點了解 大家為什麼喜歡去美國 因為美國是好人跟廢人 都一樣有好的地方 就要了解這種情況 你在這種情況的話 美國怎麼可能 當然可能有些人 會想要借進中國的產業政策 但是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因為他們基本上 是有工作倫理上的差別 而且這種情況下 越搞越惡劣 因為你這個制度上來講 就不一樣 所以中國基本上的話 它的制度本身 在產業上就佔據了優勢 經典的一句話 好人跟廢人 都過得一樣好的地方 對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在做對抗的時候 顯然還是要繼續保護自己人 安全係數就不重要 不是 不重要 是聽天由命 聽天由命 好好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新航這次播音77的意外 雖然不是機械故障 但還是嚇壞大家 這個一定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 我也經歷過這種突然之間 下降很多 我當場看到我旁邊的乘客 因為當時空姐 正好拿一杯可可樂給他 那個可可樂就整個破在他臉上 就直接破在他臉上 我看那個空姐想笑 我不敢笑就很尷尬 我們那個不過降幾百尺而已 他那個是幾千尺 六千英尺 對 所以你就知道 那是非常恐怖的一種體驗 這個怪就怪在就是 理論上來說 前面有亂流機長應該是會知道 他會偵測到 他會提前衝刺乘客 叫他回去座位洗澳安全帶 可是這次顯然沒有做到 這件事情 那是人為的舒適 還是機械的故障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要再去研究 印度這個事情就更怪 因為這個事情正常來說 機場旁邊有鳥類在飛行 有鳥群在飛行 機場應該要立刻通知 所有的載空飛機 你不要降落 然後等我們把這些鳥類 驅趕完之後 確定空域是進空的時候 你才可以降落 基本上所有的機場的SOP 應該都是這樣 我個人認為這恐怕是 塔台這邊的問題 才造成這樣一個結果 這應該算是人為的舒適的部分 不然的話 這個東西你叫飛機 他怎麼去防衛 他怎麼會知道下面有鳥 40隻紅褲 那麼大隻的飛上去 所以我覺得這個波音 現在就是倒楣 但是問題是 你現在是倒楣沒錯 可是你過去 你看今年從開年到現在 他每一個禮拜都出事 他幾乎沒有一個禮拜不出事 所以我覺得波音 自己還是要好好檢討 趕快把他整個問題的 癥結找出來 因為他不是單一一個機型 他是全系列所有的機型 全系列 那麼多靜雜 會讓我緊記我 因此